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震撼全国的事件 唐纳德·特朗普上诉纽约民事欺诈判决 这起判决涉及到近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对特朗普的商业帝国构成了重大威胁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声称 该判决是纽约州检察长蒂石·詹姆斯的 未经授权 前所未有的权力掠夺 并指责法官亚瑟·恩格隆的决定 错误且难以理解 这场法律战争将在上诉法院展开 且预计在9月初进行口头辩论 特朗普的律师强调 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具远见的房地产开发商 而詹姆斯办公室则信心满满地准备迎接上诉 这场官司的结果可能会对特朗普的财务状况 及其政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Doku US 报道了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律师团队 对一项裁决进行上诉的事件 这项裁决是由纽约州检察长D石·詹姆斯发起的 指控特朗普及其公司通过虚假膨胀 其净资产来获取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优惠利率 从而涉嫌民事欺诈 具体来说 这笔金额高达4.54亿美元的判决 对特朗普的财务状况构成了重大威胁 即便法院暂时允许他在上诉期间 延期支付全额罚款 这一判决不仅针对特朗普本人 还涉及他的成年儿子小唐纳德和埃里克 以及其他几位商业伙伴 法官亚瑟·恩格隆 在今年2月的裁决中指出 特朗普及其公司 确实通过虚假手段 夸大了净资产 以此获得金融机构的优惠条款 在上诉过程中 特朗普的律师团坚持认为 恩格隆法官的判决是错误的 并表示 法官未能准确理解基本的银行概念 此外 他们认为恩格隆无视了上诉法院 关于时效法的决定 他们还在辩词中提到 特朗普的房地产才能 称他是 美国历史上最具远见和标志性的 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律师们强调 没有任何银行或保险公司 在这些交易中受损 相反 这些机构在与特朗普的交易中 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并希望继续合作 相比之下 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的 一位发言人表示 特朗普的律师 在重复旧的论点 并坚信他们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 赢得了案件 因此对上诉结果充满信心 尽管特朗普面临多项法律挑战 其中包括一些刑事指控 民事欺诈判决 仍然是一个独特的威胁 根据特朗普在法庭文件中的声明 他并没有足够的现金 来支付这一巨额罚款 预计上诉法院将在9月初 进行口头辩论 但目前上不清楚 法院是否会在11月选举前 做出最终裁决 这次上诉事件 不仅对特朗普的个人财务 和商业帝国构成威胁 还可能对他作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 造成影响 无论上诉结果如何 这一事件都为特朗普的法律困境 增添了新的复杂性 并可能对他的政治生涯 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 各方的法律团队 将继续为最终的裁决 展开激烈的辩论和争夺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特朗普 前美国总统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目前正面临一项 重大民事欺诈判决 该判决由纽约州检察长 第十詹姆斯提出 于2023年2月 由法官亚瑟·恩戈隆裁定 该判决对特朗普及其家庭成员 包括小唐纳德和埃里克 和其他商业伙伴 处以近4.54亿美元的罚款 这项判决 指控特朗普及其公司 通过虚假膨胀其净资产 来获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 优惠利率 构成民事欺诈 特朗普的律师 已经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诉 要求推翻这一判决 他们认为 这是未经授权 前所未有的权力掠夺 并声称 法官恩戈隆的决定是错误的 因为他 难以理解基本的银行概念 律师们还指出 恩戈隆错误地拒绝了 关于时效法的上诉法院决定 他们强调 特朗普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 成功经历 并辩称 没有银行或保险公司 因这些交易受到损害 反而是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詹姆斯办公室 对此表示不屑 认为特朗普的律师 在重负就的论点 并坚信 他们会在上诉中胜诉 这一民事欺诈判决 即使在特朗普面临的 众多法律困境中 也显得尤为严重 因为他直接威胁到 他的财务健康 甚至可能影响到 他的商业帝国 特朗普在法庭文件中表示 他缺乏足够的现金 来满足这一巨额罚款 上诉法院已安排 在9月初进行口头辩论 目前上不清楚 法院是否会在 11月选举前 对上诉做出裁决 这一判决将对特朗普的政治生涯 和商业运作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他再次竞选总统的背景下 他的律师团队需要在法律和财务方面 设法减轻这一判决的影响 以维持其商业帝国的运作和财务稳定 詹姆斯办公室的调查和随后的判决 是针对特朗普长期以来的商业行为模式 这些行为被认为涉及虚假陈述和误导性资讯 以获取经济利益 这一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不仅因为特朗普的高知名度 更因为他揭示了高层商业运作中的潜在欺诈行为 总之 这起案件的发展将对特朗普的商业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也是对美国法律系统在处理高层商业欺诈案件方面的一次重要考验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特朗普的上诉是完全合理的 你看看 这可是我们历史上最具远见的房地产开发商啊 就像当年亚历山大大地横扫欧亚大陆一样 特朗普在房地产领域也所向披靡 他的商业策略无疑是高明的 这种判决简直是给他带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恩戈隆法官那段难以理解基本的银行概念简直是荒唐至极 这人是该上上银行业务101克了 哦 楚天书 你这可是把特朗普说成了现代的亚历山大大地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特朗普大厦改名为特普斯亚历山大呢 别闹了 这可是欺诈案件 银行和保险公司不会因为你说他们赞不绝口就没事了 这么说吧 如果你跟银行说你是个亿万富翁 结果其实你只有几个刚蹦 那还了的 这就像是当年庞氏骗局的现代版 只不过这次骗数更高明而已 谢奇奇 你这比喻也太夸张了吧 庞氏骗局 这可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特朗普的房地产项目可是实打实的 建筑一座坐摩天大楼可不是靠空口说白话 况且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从中获利 无人受损 这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不过是政敌们对特朗普的政治迫害 就像罗马时代的元老院对付凯撒一样 只是想要打压他的影响力 哇哦 楚天书 你这都把事情推到元老院和凯撒了 这模戏剧化的比喻 可真是脑洞大开啊 但我想说的是 法律就是法律 你不能因为你是特朗普大帝 就可以无视法律 这不是权力的游戏 就算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获利 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同意被欺骗 这就像是你买了一张假的蒙娜丽莎画作 发现其实是某些画工画的 但因为这画工技艺高超 所以你就开心了 别闹了 这就是欺骗 无论结果如何 谢琪琪 你这比喻也有点太文艺了吧 假的蒙娜丽莎 特朗普的项目可是实打实的房地产 不是什么假话 再说了 这场官司的根本问题在于 这笔判决是基于一些过于繁琐的技术细节 而不是充分考虑了整体情况 这就像莎士比亚的麦克百里的女巫一样 制造混乱 而不是提供真相 特朗普的律师说的没错 这就是一场未经授权 前所未有的权力掠夺 楚天书 莎士比亚都被你拉来了 真是戏剧化 但真相是 无论你包装得多么华丽 欺诈就是欺诈 你说恩戈隆法官不理解 基本的银行概念 纳摩银行家们 是不是也都被特朗普这位天才所蒙蔽了呢 这可不是麦克白的女巫给出的预言 而是真实的法律判决 与其说是权力掠夺 不如说是依法行事 让所有人 包括特朗普大帝 都遵循同样的规则 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 思想先驱暴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